王安石推行轻描法,纳成想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导致百姓怨声载道,保守派趁机上书批评。 面对种种质疑的时候,宋神宗自己心力交瘁,而就在他努力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之时,王安石却称病在家,把皇帝一个人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是怎么回事?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个对头一反常态做出了相同的举动,拒绝了宋神宗的人事安排,到底是什么目的? 法律讲堂文史版课邀学者两集,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七集,争议四集。 北宋神宗执政初期,国内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大宋江山危机四伏,神宗求变,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 新法班务招来贵族、地主阻挠,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还是利益负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大象,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到同一集辞职归隐,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德,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又该如何评书? 学者杨极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变法,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公元1069年的7月,王安石变法正式拉开了大幕 后来包括清苗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市义法、保甲法等在内的新法是陆续的出台 变法的推行是让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人们对于它有赞同支持的,也有反对批评的 但很快,质疑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 上一集我们讲过,清苗法在实际的执行中出现了不少的偏差 你比如说,一些官员为了多放贷款,多收利息 强行让老百姓向官府去借钱 有些为了完成放贷的指标 强行将贷款的份额给那些其实不急着要钱的那些百姓 而且为了保证到期能还本付息 只把那些钱带给那些有经济偿还能力的富裕的家庭 而不带给那些真正需要戒燃眉之急的贫困户 说到这里,有观众可能会想了 变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难道王安石在推行清苗法之前 对可能会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估计吗 所有这些问题,王安石当然是有所考虑的 就在清苗法出台之前 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进行了事先的考虑 也不打算过快地在全国范围推广清苗法 而是比较谨慎地选择了小范围的试点 据宋史王广渊传这个记载 原本在清苗法只是在司马光的老家 也就是陕西小范围试点的 当时外面的高利贷 你借一百块钱,得还两百甚至三百 但是向政府借一百呢 到时候只要还一百二就行了 这是百姓是非常乐意的 不久后,也就是西宁二年的八月 一个叫王广渊的京东转运时 静静办事 他呢,碰到了王安石 他就跟王安石反映情况说 他说现在的农民都忙于求收求重 现在手头正缺钱 没钱怎么办呢 只能问民间的高利贷去借 所以很多的高利贷主 也就是地主们就趁人之危 以很高倍的利息 把钱借给农民 农民拿了钱去种地了 可是一旦还不出钱来 地主就要没收你农民的地 长此以往下来啊 很多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就收归地主家了 所以呢 请求朝廷 允许我王广渊带点钱去 借给农民 这样一来呢 既能帮助了一些农民的困难户 又能让国家一年下来 可以获得不少的利息 就是所谓的理财嘛 那么这种念头呢 和陕西的清了法 是不谋而合的 王安氏于是就把王广渊说的情况啊 跟宋神宗做了汇报 神宗皇帝啊 对这个立民变民的好办法 那是非常的宏义 于是下令在河北啊 京东啊 淮南三路先做试点 待取得成效后 再向全国推广 神宗还下令说啊 各州各县张榜公布 把这个政策啊 力求是家喻户晓 与此同时啊 王安氏更加谨慎 他在推广清淼法之前啊 还加了一条 他特别要求规定要尽一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强调禁止强行胎判贷款 这些细节啊 我们都可以看出 王安氏在推行清淼法的同时啊 也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 追求规模的 还是比较谨慎的 懂得呢 先试点 即便情势所迫 要急着上马 新的法规 他也要给这个法规 加一个限定性的条件 然而啊 想想是一回事 做作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在王安氏的清淼法被推广后不久 强行摊派贷款 趁机敲诈勒索 盘剥百姓的事情在各地不断出现 好的初衷却没有好的结果 眼看着自己制定的法令 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了问题 而遭到百姓反对 王安氏的心里或许十分难受 然而更令他难受的时候还在后面 一直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对他展开了新一轮的猛烈进攻 而青鸟法便是他们重点攻击的软肋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 司马光借着跟神中皇帝讲学的时候就说到 他说愚昧的老百姓只知道借贷的好处 不知道还贷的艰辛 当年宋太中推行和地法 那时一斗米你只需要十文钱 黎明百姓都很乐意向官家购买 可是后来物价上涨了 和地法不变成为了河北的忧患 成为了国家的沉重的负担 老陈恐怕觉得日后的这个青鸟法 也会有这样的命运 通过司马光的这段话 我们不难发现 司马光反对青鸟法 他的直接原因 倒不是站在百姓一边 不是他盘剥百姓 而是站在国家一边 怕国家承担不起 将来成为财政的负担 还有一个叫范针的人 他当时时任通晋营台司 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 他上奏说 所谓青苗钱 是唐朝乱世时候所干的那当子事 青苗在田 先估算它的价值 等秋收完毕呢 就催还债 这就是道治的做法嘛 那么道治是谁呢 道治本名展智 是春秋十七人 是传说中的大道 也就是说 在范针看来 青苗法的效果 不亚于变相的强盗 抢劫 此外 很多官员 纷纷上书 都指责青苗法 列举各种之心中的 种种弊端 说什么 官方强制贪派啦 民间怨声载道啦 认为他是扰民害民啦 认为他是百害 无一利啦 等等等等 总之一句话 是反对生一大骗 且深浪 一浪高过一浪 对于几乎是 对于青苗法否定的舆论 人们就问了 宋神宗又是个什么态度呢 神宗下指说 地方上发放的青苗钱 目的是体恤和帮助 那些贫困者 有些官吏呢 没有理解和掌握 郑的执意 强行配给 反而成为了 骚扰百姓的坏事 因此命令各路提点刑御官啊 要认真的监察督促 把违反政策的官员 统统上报朝廷 对胆敢阻挠 破坏此法的官吏 也要一律上报 这道质疑下 意思就再明白不过了 第一 青苗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出在下面人呢 没有正确的执行 导致走样 第二 日后还是要坚定不移的 推行青苗法的 但对那些借青苗法 而称之贪派啊 这个老民的不法官员 我们以后啊 是要重重打击的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 那成想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 不但百姓怨声载道 更引来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好在一心变法的神宗皇帝 鼎力支持 将保守派的各种反对意见挡了回去 皇上都发话了 事情本该就此落幕 可出人意料的是 反对的声音不但没有因此而减弱 反而愈发强烈起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连保守派的代表司马光 都被皇帝打压下去了 还会有谁上书反对王安石呢 杨吉继续为您讲述 王安石变法第七集 争议四集 前面我们提到了司马光 范真等人 他们作为反对派阵营的代表 进行了第一轮的攻击 接下来呢 带头站出来喊反对声的是两位元老级的重臣 他们是谁呢 一位是之前一向欣赏王安石的欧阳修 一位呢 是本来就对王安石有保留意见的韩琪 我们先说欧阳修这个人 他是北宋著名的鲁学家大臣 曾官至汉林学士参之正事 不过在西宁元年的八月至西宁三年的七月 欧阳修呢 在山东青州任职 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啊 欧阳修坚持认为 清苗法就是朝廷向农民放钱赚利息 谋求利益 而且一尽实施就必定会出现强行贪派的现象 扰民害民是在所难免的 他强调了 清苗法出现的这个执行的问题啊 不是偶然的 而是必然的 并且已经客观上给多个地方造成了很多的不良的影响 欧阳修连续向神宗皇帝上了两道书 请求撤销清苗法 并拒绝在自己所管辖的清州地区实行清苗法 接着我们说说韩旗 他三朝为相从政多年啊 是一代贤相 是可以托付的国家纵臣啊 就是这么一个韩旗啊 他也同样抓住了贪派的问题 上书是全面否定清苗法 而且还指出了问题的根本的原因所在 韩旗说啊 民间借贷啊 就是基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 因此要做到自愿 跟你清苗法就不同了 它是朝廷的法令啊 而且还是要收取利息的呀 这个贷款双方 一个是官 一个是民 是不平等的民事主体啊 你执行过程中 难免有上下从属管理与被管理 命令与服从的这种对立关系的呀 它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 贪派是必然会发生的 韩旗的这番话确实是切中了清苗法种种弊端的根源 接到这样一份上书 宋神宗不能像以往对待司马光他们那样简单的打压了 因为韩旗提出的观点确实是有道理 而面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他和王安石又不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弥补办法 面对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宋神宗为朝堂上种种的反对之声纠结的时候 他的后宫又因为变法出了问题 面对前朝的大臣反对已经够反的了 此时后院又起火 宋神宗该怎么解决 当初孤注一掷 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那颗心 还会坚定地站在改革这一边吗 据宋史神宗本记记载啊 原来就在朝野上下对心法议论纷纷的时候 后宫也开始参政议政起来了 有一天宋神宗陪同太后和他的弟弟赵浩 一同来到太皇太后的请宫给他请安 太皇太后谈到心法就说了 听到民间那个清淼法 这个老百姓意见很高啊 宋神宗听到这段话有点不高兴了 回答就说 清淼法是有利于百姓的 怎么会害他们呢 太皇太后又补了一句 王安石这个人呢 才学是有的 可是怨恨他的人也不少 他树敌太多了 要不暂时将他贬观外放 等平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神宗听到这里 开始有点动气了 他非常不认同太皇太后的意见 就反驳说 满朝文武官员也就王安石一心一意在搞改革 这时他的弟弟赵浩 开始插话了 他一边呢 让哥哥宋神宗 这个不要动气 另外一方面呢 说太皇太后 这个说的呢 也是实情 这个赵浩呢 他是来打圆场的 可这个圆场打得不够好 把宋神宗给惹火了 宋神宗本来就是一心想求变革 满腔热血 好嘛 你现在家人都不理解他 这让他十分的恼火 他愤怒的说道 难道是我败坏了天下不成 如果你们都觉得我做的不好 那很简单 就让赵浩你来做皇帝好了 神宗的这番气话 把他的弟弟赵浩给当时就吓哭了 当然了 最后这次家庭聚会 也因为这番对话而弄得不欢而散 宋神宗在后宫大发雷霆 把家里反对变法的声音也压制了下 可是在他面对里里外外 那么多反对的声音 看到由于轻描法实施产生的民怨之后 真的就没有对变法产生动摇吗 今天的我们 无从揣摩神宗皇帝当时的心情 只是知道 在家庭聚会不欢而散的第二天 他就单独召见了变法先锋 王安石 当神宗见到王安石后 神宗就把欧阳修 韩奇等人的奏章都递给了王安石 这个举动其实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 虽然神宗本意还是要支持变法 还是支持你王安石的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 没想到给百姓带来了这么大的负担和灾难 这跟我们变法的初衷是根本违背的 总之 宋神宗这次找王安石谈话有两个目的 我的归纳是 反对很激烈 我们怎么办 对此 王安石也表现出了他聪明过人 善于思辨的一面 王安石首先承认 新法在执行中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这不是新法本身的错 而是执行的错 接着他指出欧阳修和韩奇是以偏概全 只看到了问题表面 还没有看到成效 是小梯大作过于偏激了 这时宋神宗又想到了平衡术 他的意思是 既然现在对变法非议的人这么多 反对的意见这么大 干脆为了缓解变法的压力 他想问王安石是否考虑 可以将威望很高的司马光 调任书密院担任副使 对于宋神宗的这个提议 王安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他觉得神宗皇帝妥协的有点过了 你最初组建的变法班子 当时就没有考虑司马光 说白了就是要让王安石独讨大梁 后来啊 费了好大的劲 才调整了变法班子 变法工作 这才得以迅速的开展 而你现在如果要启用司马光的话 这不就是平白无故的给自己 设了一个大的障碍吗 满朝文武中啊 也只有司马光能与王安石抗衡了 于是王安石以退为进 策略性的对宋神宗说啊 这个司马光学识渊博 为人正直 人气是很高的 这是不用怀疑的 问题是呢 他现在对变法的措施是坚决反对的 他周围啊 还聚集了那么大一批人来拥护他 拥护他实际上就是等于 给我们自己设阻碍 反对变法 所以重新启用司马光 这等于给反对派竖了一面旗帜 我们变法将会遇到更大的阻力 因此请陛下你三思而后行 当然了 如果你陛下一定要重用司马光的话 我王安石也只好请辞了 宋神宗找王安石是想商量怎么解决变法危机的 谁知道自己反被对方将了一局 这让一直以来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 陷入到一个非常郁闷的境地 朝中大臣不断上书 地方百姓怨声载道 就连后宫都对变法强烈反对 好不容易想出平衡的方法 要启用司马光平息百姓的非议 谁知道王安石又要撂挑子不干 这让还不到三十岁的神宗皇帝 真是左右为难 变法还要不要继续 平衡术还会不会好使 就在君臣谈话的第二天 王安石那边递上了架条 什么理由呢 理由是 王安石说自己身体又不舒服了 要求到家中去休养 调理一段时间 而另外一方面呢 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司马光那里 司马光听到消息后 也主动要求见宋神宗 说自己呢 在朝廷反正也派不上大的用场 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因此要求神宗啊 把自己外放到地方上去当官员 神宗可不是糊涂人啊 他明白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人 现在又杠上了 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坚持 自己一贯的用人方针 就是平衡驾驭之术 于是呢 立刻下招调任司马光 为书命院的副使 但司马光说到做到 连续上了九道的咒则 请辞 这不就是明摆着不给宋神宗面子吗 至于王安石呢 他坚持一个原则 只要你司马光调任成功 自己就打算罢官不做了 难题再次出现在宋神宗的面前 那么宋神宗究竟该怎么做呢 神宗啊考虑了很久 觉得在整个变法过程中 再想一碗水端平安那是不可能的了 不仅如此 越是在用人问题上想相互制约 就越容易产生相互的扯皮 最终反而要耽搁变法的计划 干脆就赌一把 让反对变法的人走开 为王安石彻底的扫清障碍 让他有真正施展拳脚的空间 就这样 神宗放弃了之前一贯采用的人事平衡术 而彻底倒向了王安石一边 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台检官员几乎被全部撤换 接着范中淹的儿子范纯仁也贬值 还有像傅碧 韩琪等人 也觉得无所作为 反正年纪也大了 也就主动的请辞回家养老去了 至于像欧阳修啊 郑公亮啊 苏浙啊 神宗也准以去自动退职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陈胜之啊 宋神宗呢 就让陈胜之与王安石 共同来负责条例寺 并让他出任宰相 也就是说 当时以王安石 宋神宗 陈胜之 变法的三核心正式形成 不过 陈胜之登上相位以后啊 怕自己呢 在士大夫的队伍中 站不住脚 被那帮士大夫们会指责 他开始中途打起了退堂鼓 他事后呢 竟跟神宗表示啊 他说 自己既然做了宰相 宰相意味着什么都得管 因此呢 就不太适合再具体管理一个条例丝了 陈胜之的这番话 其实是有声称含义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自己最好离开条例丝 与变法派啊 保持一定的距离 毫无疑问 我们看得出来 这是变法改革派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分裂 第一次有人想从这个核心中逃离出去 当然宋神宗想挽回这个局面 他就问王安石 接下来该怎么办 王安石当然明白你陈胜之打的是什么算盘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既然陈胜之你不想跟我们的变法派扯上关系 那你就干脆出局 这样一来 反而为我王安石那一派的人啊 留出了用人的空间 于是啊 王安石便向宋神宗提出 干脆提拔韩将 宋神宗同意了 不久便下令韩将和王安石统领条例寺 至此 新的变法三核心成立 而反对变法的第一次分波也终于被平息了 而变法得以继续进行 但说到这里 大家别忘了 这里我们还漏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既然没有被外放 也没有被贬值 那么他现在又在哪里呢 他又落得个什么下场呢 难道司马光会就此罢休吗 还有 后来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那三封长信 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光点 三封来信